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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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年轻人受得了不按手机 礼仪多多的一餐饭吗 因为它已经简化了 如果换成是之前 以前我们祖先那种更繁杂的那种礼仪 我们现在行的算是那种 已经是简化了 应该传承下去的 因为我们有礼仪的话呢 我们做人做事的话呢 我们才会比较的好 只见大家在一张张低矮的小食案前 实地而坐 简单的四菜一汤 和现代宴席上的铺张浪费相比 也选得更节俭 卫生优雅 其实我们祖先原本的宴会形式是分餐 只是坐在地上席地而坐 然后分餐而食 就是一人一份 这就很直接地解决了 我们若干年前有听到的 华人的那个餐饮习惯不健康 围着一锅的那个食物 大家你口水交流 这个根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是值得提倡 宴月歌舞是华夏宴饮文明的骄傲 因此汉念上当然少不了 古琴歌舞和武功表演了 而汉念的高潮部分 无疑就是传统游戏 投壶当场之时 乍看是不是也很眼熟呢 没错 在米月传第二集里 米月就是在园中和其他公主 一起投壶 当所有参与投壶游戏的玩家 都无法成功将剑投入壶里时 只能互相喝罚酒了 必须一提的是 汉念结束前 还有个小环节叫女仇 也就是宴席中的主人 向宾客敬酒 未聊宾客 就像现今夜会上的 Yamsin文化 正座分餐乐舞等 构成了一幅和谐优美的 汉族艳影风情画卷 汉服与汉艳的复兴 旨在希望现代华裔 也可以从中体验到 中庸 规矩 礼节等精神 并将之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